2024年4月19日美国当地时间下午 清华灭西南又一次出现在法庭上 雇佣的顶级白人律师又将案子推迟到了6月 大家好,我是顾颖琼博士 花重金雇佣的白人律师的确很牛 深刻理解到处理这个案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降低公众热度 过几个月热度过去了,大家就逐渐忘了 前几个月西雅图酒驾害死男朋友那个女的 逃回国后改姓换名,已经过上了正常生活 根据多方消息,成立人的爸爸已经在美国一个月 打点好了一切,回国工作 而女方父母依然没有出现在停诊现场 清华男将用公司压力大导致精神病发作 以及污蔑女方出轨等理由脱罪 要知道在美国一切都是金钱说话 而且加州没有死刑 清华男的爸爸应该已经准备在成都给儿子接风启程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